明朝皇帝为什么不让百姓杀猪呢? 您知道吗? 原来发布这条奇葩政令的皇帝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诸后赵 明武宗诸后赵 在位16年 荒唐事干了一堆又一堆 吃喝玩乐样样行 管理国家却不行 而他之所以颁布这条禁猪令的原因 也确实很荒唐 第一 因为明朝是老猪家的天下 猪和猪同音 要避讳 第二 猪后赵不仅仅姓猪还鼠猪 平常百姓天天养猪杀猪吃猪 这摆明了是在给我难堪 于是他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 这种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怎么能出现呢? 统统取缔 为了给这件事一个更完美的理由 猪后赵说了 吃猪肉会长疮 对健康不好 您老人家是真有招 那在我们看来 猪后赵不仅仅是封建迷信 还真是很爱小题大做 值得一提的是 猪后赵还真不是吃螃蟹的第一人 唐朝是李家的王朝 李和李又同音 于是就禁止人们吃鲤鱼 宋徽宗因为自己属狗就下令禁止杀狗 果然名人效应就是不一样 稍微扯上一点关系就会变得高贵了许多 但是没有过多久 很快就有很多很多大臣上书请求废除禁猪令 还一一把猪后照列的那些禁猪的理由呀 反驳个彻底 大臣也是出于民生的考虑 禁猪令一发布 百姓呢 为了逃避责任都不敢吃猪肉了 那些养猪户呀 也将猪呢 全部建卖 还有将小猪全部掩埋 这是毁了多少百姓的谋身之路呢 一时间搞得是人心惶惶 风声鹤唳 严重影响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同时大臣还提出来 猪作为祭祀中不可缺的肌肉 自古呀就有如此 祖宗之法不可变 就这样 一场仅仅维持了三个月的闹剧 在全国反对声中呢 宣告了结束 朱浩赵 你可长点心吧 有心思呢 在这种小事上 斤斤计较 还不如在国家大事上 多操点心 那么我是木子 关注我呀 每天给您带来更多的 精彩历史故事